叶少阳手脱下巴 望着凤夕 微笑着说 坦白说 你比他漂亮多了 凤夕开心地无嘴笑了下来 招呼大家重新坐下 叶少阳迫不及待地问道 对了 那我为什么成通缉犯了 这也是你们弄的 对呀 我们想要找到你 在这个时代 基本上就是大海捞针 因此 翠狼就给我出了个主意 利用我父亲的权势 在这一带 张贴告示 但是这个年代 没有寻人启示这种 很会突兀 为了影响更大 我们就让县长 去找警察所 弄了个通缉犯的告示 这样对警察来说 也会名正言顺 我们这么做 本来也是尽最大努力 没想到 竟然真的把老大给找来了 也真的是运气好 叶少阳无语了 也得亏你们的点子多 居然想到这么狠的办法 不过我想问 为啥是鬼带少女啊 凤夕和翠颖扑斥一笑 这个呀 是翠狼的主意 说这样的罪名 更容易让别人浮想连篇 会更加深印象 好吧 你们呢 我服了 叶少阳实在想不到 什么语言 来表示自己的心情 之后 在凤夕的询问下 叶少阳也道出了 自己的打算 凤夕听完之后 表示愿意跟着叶少阳 一起去桃花山 那你父母那边 我父亲去前县了 他们都住在那边 这边是他们以前的府邸 算是我们自己的家 凤夕算是自己半个门人 而今也是用人之计 叶少阳当然不会跟他客气 聊了一会之后 凤夕叫来了下人 给叶少阳三人 安排了几间客房 去休息之前 叶少阳又为了凤夕一些 关于白起和徐福的事 可惜凤夕知道的也不多 徐福把他们送到这来 重新塑造了肉身之后 就立刻离开了 他对于提出的那些问题 没做任何的解释 来到客房之后 叶少阳枕着双臂 躺在床上 开始思索 之前缝隙跟自己说的事 最让他感到震惊的 还是盗峰跟徐福的合作 去找遇救人 救的还是白起这种重犯 因此一定会震怒 盗峰虽然一向不服管 但这件事 必定会给他带去巨大的压力 盗峰 为什么会这么做 为什么要帮助徐福 叶少阳实在想不通 但是通过这件事 他想到了一个细节 既然盗峰跟徐福合作 一起救出白起 那么盗峰不可能不向徐福 打听自己的情况 按照正常的逻辑 他肯定会要求徐福 带他来这边救自己 既然他没来 那肯定是被徐福给说服了 叶少阳很想知道 徐福是怎么样说服 盗峰不来救自己 并且帮他一起去干劫狱的买卖 叶少阳越想越气 别人都还算了 盗峰明明都见到徐福了 这件人居然不想办法来接自己回去 叶少阳要疯了 但是气归气 静下心来想 叶少阳也很清楚 盗峰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理由 而且这理由一定是为自己好 这一点他毫不怀疑 全天下都可以背叛自己 但是捉鬼联盟不会 盗峰不会 从盗峰 叶少阳又想到了徐福 通过缝隙这件事来看 徐福对自己应该是善意的 只是不知道要完成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重新回到自己的时代 叶少阳躺在床上 静静地想了很久 最后也只能按照既定的计划去做 先去桃花山 如果徐福通过缝隙告诉自己的没错 那在这一路上肯定有什么事情在等着自己 叶少阳深吸了一口气 眉宇之间的愁色减轻了很多 深色也变得更加坚毅起来 第二天 叶少阳一行人就出发了 只不过队伍多了凤熙和崔颖 凤熙找仆人弄来两匹马 一人一骑 叶少阳三人的马 凤熙也派人去到了客栈给牵了过来 五个人加上美华和包子 一行人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杭州 再经过一些军阀和城池设置的关卡时 凤熙的身份给了极大的方便 一路上压根儿没遇到任何阻拦 一路飞驰 不到几天的功夫便来到了杭州 杭州城外 桃花山下 山下这一带有好几个镇子 那个时代也没什么手机地图可以用 也没法提前订酒店 叶少阳一行人也只能骑着马 在几个镇上晃悠 寻找可以打尖的客栈 每个镇子上都是有一两家客栈的 但是去问了都是住满了 道员真人告诉他们 这些客栈基本上都被各大门派的人给包了 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受命于法术工会 前来参加龙华会的 也有一些是毛山龙虎山这样的大门派 前来打探消息 并互相串联的 也都住在这儿 还有就是法术工会的人 不管是投靠法术工会的门派 还是反对的门派 都只是一种倾向性 互相之间虽然看着不顺眼 但明面上还是没有撕破脸皮 就算是坚决不妥协的几大门派 跟法术工会在明面上也会有所来往 不可能真刀真枪的实地去干 所以整个法术界看上去还是很平静的 实际上却是暗流涌动 只差一个恰当的实际 将这些事情给激化矛盾 到那个时候 整个法术界将四分不裂 陷入巨大的纷争之中 没有任何门派是可以独善其身的 来到一个镇子上 还没进去 立刻有一些村民打扮的 上前询问他们要不要住宿 叶少阳起初还纳闷 这些小镇客栈怎么跟百年之后似的 还主动的拦客 一交谈才知道 这些人并不是客栈的 而是当地的村民 因为最近总有人来投诉 但是客栈都住满了 因此一些比较活络的村民 就想到了这个赚钱的门路 一旦有外地人进村 就立刻上前去询问 至于这些打扮奇怪的人 是来干什么的 当地人虽然好奇 但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叶少阳一行人 跟一个村民谈好了价格 然后跟着他走 住进了自家的民宅里 住下之后 叶少阳跟房东打听 得知镇上除了客栈住满了 连很多村民家里 也都住进了外地人 看来都是来自各自门牌的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